觀景台下黃土崩落 下方支柱完全裸露出來 圍欄被拉扯邊形掛在邊緣 往下看就是萬丈深淵 畫面觸目驚心 恐怖走山場面就在台中大甲鐵針山 土石因為連日大雨重刷崩落 造成警官台地機被掏空 還有網友說 早上有遊客跑上去相當危險 這個地獄山的這個觀景台 本來是比較出的 這次的路 去我崩 崩頭的重近 差不多有兩公尺 我每年洪台路 如果比較大就都會崩 每一年都再崩一頓 一直崩起來 路後就是會崩 路後就是會崩 其實當時崩很多 再來做這個圍 穿圍起來 沒辦法讓人嚇過 但土石崩落情況 當地里長和居民說 早就見怪不怪 每次颱風或是下大雨 就會出現類似情況 而大坑4號步道 也出現大樹底部 有土石掏空情形 邊坡山壁防護網也有部分衝托 時間拉上封鎖線 禁止民眾進入 後續將儘速納入災害附件工程 辦理評估 原意改善 連日豪雨帶來嚴重災害 台中市部表示 對於山病崩塌狀況 也已經緊急會開 討論後續該如何處置 目前崩塌地區都已經緊急封閉 並沒有造成遊客受傷 好幾台機車跨越雙黃線 差點把對上轎車逼到無路可走 因為眼前的這台貨車不但臨停 而且還逆向停在車道上 所有人都只能冒著危險 從左側快速通過 不過更誇張的是 往前不到500公尺就是平交道 加上當時是上班尖鋒時間 車來車往就怕容易發生意外 民眾把行車記錄器 PO上網路轟貨車駕駛 真的太誇張 那個司機大哥就逆向停在路邊 然後很悠哉的在搬他的貨 我有找到他 他老婆有出來說 他好像並不是第一次這樣 對 其實我也看到滿多次的 17號早上7點多 這名男子開車上班時 看到貨車駕駛逆向臨停 進一步了解還發現 原來他不是第一次違規 就連家人好心勸說 他也都停不進去 該路段不斷車流量大 而且常常有民眾騎車在小孩外出 就怕車輛違規停車會發生危險 而駕駛違規最高恐怕得面 面臨三千 作家九把刀的岳母 經傳接種AZ疫苗之後 經過四天 才開始產生了明顯疼痛 隨即過世 一時間難以確定 死因和施打疫苗有關聯 所以家人忍痛決定 讓他接受解剖來找出答案 由於九把刀的岳母 曾透過LINE留言給家人 說突然發生在背部 往頸部的劇烈疼痛 甚至還痛到吐 那針對這個症狀 很多醫師都推測 死因很有可能是主動脈剝離 那法醫高大成也認為這種痛法 機率非常高 就是凶 主動脈剝離 高大成強調如果九把刀岳母的死因 真的是凶主動脈剝離 要是他一定會染色佳燕 是不是有獅衣紅性白血球的劇集 來推論是不是有延遲性的過敏 不會只是看到主動脈剝離 就覺得和疫苗沒有關係